哈喽 大家好 我是金井 你们在买纯电车的时候会关注什么呢 颜值高 动力强 续航远 价格低 不 小孩子才做选择 大人我钱都要 最近呢 有这么一款车 身边的朋友标榜它是Z世代的代表车 Z世代想要的选项它都有 就冲之后我就得会会它呀 想要代表我们年轻人可没那么容易 本镜作为Z世代的议员呢 必须得好好地印证一下 今天就带你们看看它怎么样 就是它 合创Z03 说到Z世代你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个性 我们无论做什么 拒绝盲目跟风 绝不盲从 这就是我们的特点 那么个性的第一表象一定就是外观了 从合创Z03的外观上看呢 它属于比较简洁精致的那种 尤其是它的车身侧面 非常的简单 让你看着它吧 就有一种想发呆的欲望 为什么想发呆呢 我也特地查了一下资料 因为它的车身侧面采用了大面积的 留白的设计 留白这个词你听听 是不是只在这种绘画作品呀 视频的画面构图当中听得还比较常见 但是车上真的挺少见的 为什么要进行这种设计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可以满足年轻人对于个性化的需求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进行个性的涂装 那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现在目前官方认证的三种涂装 一种呢灵感来源于玲珑 还有两种呢是EDG定制版本 那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要把我们家的两只猫都涂上 这样他们就可以天天陪着我了 当然了如果你觉得很麻烦 不想涂装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依旧符合当下我们对车的审美需求 官方说它采用了战力美学的设计 怎么就战力美学了呢 我分析了一下啊 首先就是因为它的车 很多都用了这种很锐利的线条 让整个车显得很紧凑也很有张力 侧面的这个腰线呢也让整个车有了动感 尾部还配备了这种镂空尾翼 让整个车感觉很有运动感 来到车里呢依然阻挡不了的就是个性化 你看现在很多概念车 恨不得车里面 除了屏幕之外什么都没有 合唱Z03也是走了这种简约的未来风的设计 有点极简主义的理念 身处纷繁的世界 面对高压的工作 还是需要有一个简单的环境 来找寻一下本真的自我 我想很多年轻人跟我想的都一样吧 口唱Z03也是把重点放在了智能配置上 但显然它的智能是以实用为目标的 很多老司机觉得很多厂家的语音控制系统 是十分鸡肋的根本用不上 比如说他开车途中给你讲个冷笑话等等 这确实是用不上的 但是呢 口唱Z03强调的是 人车生活交互合一 小看的语音覆盖率高达95%以上 据说未来系统升级之后可以高达99% 那这个覆盖率是什么呢 大家可能不太好理解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 它用语音可以控制合唱Z03的各项设置 比如说天窗车窗空调导航娱乐系统等等等等 对于选车来说呢 光个性和科技肯定是不够的 汽车作为我们出行的伙伴 实用性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看我们平常女生出门的时候 会带各种各样的东西 什么水啊 化妆包啊 然后眼镜 手机 钥匙啊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在车里面 经常就是一种无处安放的状态 我不知道放哪儿 像这台车呢 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它丰富且多样化的一些处理所 那比如说我的化妆包 我就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水杯呢 这边有杯架 放在这里 我可以随手拿到 还有就是这个方有一个小格 我们可以放车钥匙和一些口红啊 然后随时补个妆什么的 再就是手机也可以放在这儿 有一个无线充电板 这样呢找东西就非常方便了 再也不用在包里面翻来翻去 实用性还有很关键的一点体现 就是它的后排乘坐空间 你看我前排调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现在后排空间坐着 是不是还挺宽敞的 等于它2750毫米的轴距 4602毫米的车潮 它的整个后排表现还是不错的 你觉得这样就舒服了吗 不 我告诉你 还有更舒服的 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嗯 你看我这不就实现躺平自由了吗 每天面对这么高强度的工作 在这儿睡个午觉也是不错的 什么你睡不着 那没关系啊 你可以把幕布和腾影织起来 在这儿看个半场电影的感觉也是很棒的 我觉得这个车内设计 对于实用性来讲真的是不错的 现在呢我们就把这台车开起来了 这台车我们拿的是510公里续航的版本 它的最大功率是135千瓦 峰制扭矩是225牛米 我觉得它整个动力给的是很轻快很轻盈的 而且它的动力踏板也是属于比较跟脚的那种 所以女生开起来也很好上手 很好驾驭 那同时呢它也有四种驾驶模式 经济 标准 运动 单踏板 如果你觉得在经济和标准模式下 动力输出还是不够猛的话 那你就调到运动模式 动力输出会变得非常的强劲 同时呢它的这个动能回收也变得很微弱 整体开起来跟燃油车的质感是差不多的 它的整个底盘也是感觉非常完整的 整体调教偏硬朗偏运动 我觉得呢这台车的实用性不光体现在 我刚刚说的那些方面 它还体现在驾驶层面 比如说你可以用语音来控制它的很多 A-DAS的功能 像自适应巡航啊 车道居中啊 车距车速等等 我给大家来做个演示 看一小看 打开自适应巡航 确定 这样就已经把这个功能给激活了 完全不用用手用嘴就可以了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大大提升了我们的驾驶安全系数 除了用语音来控制这些功能之外呢 这台车还配了540度全景影像 像什么垂直车位啊 侧方车位啊 斜方车位啊 真的通通不在话下 这些配置呢 真的科技感是没得说的 我突然觉得未来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 科技改变生活 懒人重塑世界 这些功能就是懒人的福音 通过今天一天对于合创Z03的体验呢 从我这个Z时代的年轻人的角度来看 它还是能够满足我的用车需求的 个性实用科技再加上不错的驾驶体验 我觉得整体感觉还是ok的 现在呢合创Z03一共有四个版本 潮玩版潮制版 长续航潮制版和Z潮版 价格是从132800到168800 现在已经在各大城市交付了 那据说呢 今年也就是2022年 还会出一台搭载100千瓦时电池组的车型 续航里头能够达到800公里 那如果你对这台车感兴趣的话 就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吧 好了 那这就是这一期的车后出见 我是建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